《万古不磨异,终留自在心》 姚中怡这首名诗 表达出一种自信、自由、自足的自学精神 亦是这位大学者一生坚持的信念 这两句说话是自利自免的说话 勉励自己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说话 亦都是姚教授非常喜欢的两句话 《不磨》就是不会磨灭、消失 《万古不磨》就是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是这样的意思 即是说不磨 这是一句自免、自利的说话 《万古不磨异》就是我们一生 应该做一些不磨的事业 就是我们俗语所谓的三不磨 立得、立言、立功 勉励自己一生之中做三不磨的事业 中流自在心 一条河的中流水流是最急的 即是说无论压力多大 无论周边有什么变化 自己的心都保持一种清明、自在的状态 做学术研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孤独的工作 都不只是做传统文化的研究 就算你是做生物或者是物理学 或者是其他学科的研究 基本上都是一种比较孤独的工作 你要很专心、很专注去做你的研究 它不是一种很热闹的事业 在这种孤独的研究之中 你也会得到一些乐趣 这个就是当你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在你的学问的追求那里 得到一些新的突破的时候 你又会得到无穷的乐趣 所以姚教授的研究 没错是一种孤独的事业 但是他也都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他从来都不觉得这些是工作或者是苦差 他觉得是无穷的乐趣的全员